關於阿拉斯戰爭 軍人必須準備好準備 歷史上不管是拿破崙還是希特勒 全都敗在冬季呼喊 何況是更艱難的極地作戰 就連訓練充足的美軍 都要額外特訓 這支部署在美國阿拉斯加的 國民兵在動輒設施零下 十幾度的低溫中測試 極地野戰的極限 強風低溫快速消耗體力 再加上冰雪陸滑行軍異常困難 這可讓過去部署在加州 習慣溫暖陽光的國民兵 吃足了苦頭 只是阿拉斯加是美國北極戰略的門戶 又是美國本土最靠近俄羅斯 跟中國大陸的一州 防禦關鍵不僅是地面設施 如飛彈基地還有廣大的領空 這個月初美軍又在阿拉斯加 發現可疑的氣球 因為這回阿拉斯加發現的氣球 有可能威脅民航機的飛航安全 所以美軍立刻擊落 回收殘骸加以分析 就是要查清楚這顆氣球 究竟是來自俄羅斯 還是又是中國大陸 努力全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